哈嘍大家好久不見 前陣子在忙別的事 所以遲遲沒有更新 雖然老觀眾們應該也是見怪不怪了 但還是跟各位說聲對不起 而我們今天的主題 則是要來介紹知名大衛王林慕隆將 他原本是個背負數百萬日圓債務的普通34歲男子 卻因為看了電視上的大衛王比賽而受到啟發參賽 最後靠著參加大衛王比賽 讓自己翻神成為了人生勝利組 那我們就趕緊進入今天的主題 帶大家看林慕隆將一步步成為大衛王 改變自己人生的故事 Max林慕 本名林慕隆將 在1980年10月27日出生於日本東京都 年輕時期的他並沒有當大衛王的志向 反而是想和他老爸一樣成為一位賽車手 當時他還努力爭取進入賽車訓練學校的機會 但他卻因為身高問題而無法參與入學考試 林慕隆將現在的身高是181公分 所以在當時應該也有個175公分左右 至於要進入賽車學校 身高必須在170公分以下 他的夢想還沒開始就直接結束 從那之後他便一蹶不振 過上了長達20年的米蘭生活 他先是在大學讀到被退學 便在新宿的電橋市場擔任板運工 還成名於博弈性質的彈珠台遊戲機 開始過上負債人生 後來看到酒店的真人騎士 於是就去當了皮條客 一頭栽進了女人與酒水之中無法自拔 當時他還常常從一個女人家 搬到另一個女人家 還背負了數百萬日元的債務 就這樣一路活到了34歲 後來有一天 他無意間看見了電視上放送的大尾王比賽節目 他的人生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轉變 當時他看到女大胃王猛子 就覺得這樣一個嬌小的女生 居然有如此大的食量 令他感到非常的震驚 後來林木去看了猛子的部落格 看到他靠著吃下6碗油蕎麥麵 贏得了1萬日元 他也就抱著常識的心態 覺得像猛子這樣的女生能辦到 自己應該也可以 所以也去嘗試了同樣的菜單 沒想到歷經挑戰後他發現 自己也能很輕鬆的一口氣吃完4碗油蕎麥麵 於是他就展開了人生的最大一場賭博 他先是看上那些設有大胃王菜單的餐廳 只要在限時內吃完規定量的食物 就能不用付錢 還可以訓練食量 又能填飽肚子 簡直沒滋滋 林木也二話不說 開始實行計畫 他也意外發現自己身為大胃王的潛能 雖然上帝可能沒給他當賽車手的身高 卻給了他當大胃王的胃 於是他二話不說就辭掉了工作 報名參加大胃王比賽 將自己的將來壓在了大胃王比賽上 2015年9月 林木首次參戰 原組大胃王決定戰 他在新秀資格賽中 吃下了101盤壽司 打破了巨人白田的紀錄 被節目組譽為最強新人怪物 巨人白田也因此給了他 Max 林木的稱號 而最終決戰時 Max 林木 在現實內以吃下26碗拉麵的成績 獲得了冠軍一戰成名 剛出道就成為了2016年大胃王世界賽的選手之一 他與監援魔女 俄羅斯佐藤 蒙斯組隊一路晉級 最後在與美國的三回合分組賽比賽中 只拿下了第二回合的勝利 非常可惜以1比2敗給了美國隊 贏了 然後到了第三回合 蒙子因為比賽到一半 身體不適送醫因而落敗 所以這次 日本隊又輸給了美國隊 這也是美國隊與大胃王世界賽中的第四聯勝 同年10月元祖大胃王決定戰 Max 林木又變得更加強大 在60分鐘內吃下了19碗拉麵 獲得了冠軍 2018年 Max 林木跑去參加了 岩手縣升岡市舉辦的 第33回全日本強麥麵大比拼 他在15分鐘內吃完了 632份小碗莊的強麥麵獲得了優勝 這也打破了這場比賽的歷史記錄 也因為2018年與2019年 都只有舉辦大胃女王決定戰 所以Max 林木基本上都在YouTube上發展 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業餘比賽 而他在比賽中 當然也是打持四方 勢力非常的堅強 後來他的頻道也越做越大 到了2020年大胃王決定戰回歸 Max 林木一參加就打破紀錄 在1小時內吃下了35碗拉麵 拿下了冠軍 而Max 林木平時出了排片上節目外 他在2021年還開設了自己的外送專賣店 Max 林木的北枝飯店 到了2023年 他還帶著海老園 藏作聯一同參加那森吃二狗大賽 海老園初次參賽就拿下了第二名 她好像從來沒有挑戰 她總共比較有刺激 39.5碼 半分之以後 男子組競爭也非常的激烈 最終Max 林木拿下了第八名的成績 也表示隔年會再來報仇 而同年他也因為第三個兒子要出生 以及正在準備那森吃二狗大賽等種種原因 所以這年的元祖大胃王決定戰 Max 林木就推辭參賽 沒能看到他出場真的是相當的可惜 而提到他的小孩 Max 林木其實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爹了 他於2017年時 與小他14歲的妻子結婚 然後還是女房跟他求的婚 他的妻子與小孩也成為了他工作的動力 他也表示 在他墮入魔道時間的那段年收入 相當於現在的月收入 而他能持續堅持大胃王這個職業 都要多虧他老婆在背後的力挺 至於他的事業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YouTuber 都是處於定期更新的狀態 還常常出席各式比賽 現在的他也作為大胃王的前輩 持續在培育更多新生代的新人們 他本人則是希望可以在50歲前 達成自己的夢想 然後移退 大胃王比賽本身也是一項非常傷身體的賽事 有不少大胃王最後都是因為身體出了問題而退出 如今已經44歲的Max 林木 還如此賣力地在打拚 也希望他往後的時間裡 也能早日達成他的目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有錯誤或我們也提到需要補充的內容 都能在留言區裡留言討論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結束了